所以我把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里面就是HELLO123 按右键的话你可以检视原始码 这边就会出现 这个原始码 我们刚刚在 就是 记事本里面存档的 这个资料 OK 所以你会发现 原始码跟最后在网页上显示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不同 它只会显示标签里面的东西 按照标签里面要的规则让它呈现 那个P的话只能是换 有没有一个换一个段落 OK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将来你比较知道要怎么样扒取网页上的 网页上的资料看到的实际上跟背后的程式码 其实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重点是我们是针对原始码 而不是针对你看到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去抓到背后的 那个原始码的标签 其实关键是标签 所以我们后面会用一个 一个套件 叫做BeautifulSupp 另外又针对网页 那个BeautifulSupp主要它怎么去帮你做分析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帮你找标签 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只要知道标签 你要的资料在哪个标签里面 然后你把那些标签的资料里面的资料全部取出来 通常会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串列很重要 我前面讲过 所以你把它放在串列 如果一个的话 那你就去找一次 如果你有很多个 那就是全部找到尾巴 OK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以这个例子来看 所以第一个 刚刚那个存档 然后存在HTM 我再自己撕下 第二个的话 按一滑鼠右键 减字原始码 那我刚刚讲过 有的时候你那个原始码 范围很大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选取某一个 你要找的 比如说 好了 我的2的背后标签是什么 那我通常 不会傻傻的按滑鼠右键 用减字原始码 因为原始码太多了 所以我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刚刚讲过了 我比较常用的 还是先把我要的那一个资料的位置 先列个起来 然后再按滑鼠右键 另外有一个方法 就是不是检视原始码 而是检查 那请各位慢慢熟悉 适应这个检查功能 为什么检查功能很重要 因为主要你要找到的标签 我刚刚讲过 因为你要爬资料 一定要先知道你什么标签 如果你都不知道你标签是什么 你怎么爬资料 所以你只要知道 你要的资料在哪个标签里面 那你就是 再给他他要的标签 他就会知道 我把你要的东西抓回来 那除了标签之外 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叫类别 因为目前我的网页比较单纯 未来的话还有CSS CSS里面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类别 这个没有了 后面还会再讲 那你就可以另外用类别的方式 去把资料抓回来 OK 所以标签 类别 都是抓资料的方法 OK 所以有概念之后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有个例子 那请各位 再看一下那个 0604底下这边 就是说呢 我们就刚刚讲的 在把它存档之后 底下有个范例一一的 那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范例是 我们用那个Beautiful Soup里面的 两个方法 我刚刚提到 找资料嘛 顾名师用Find 另外一个方法叫Find 底线All 诶 Find 跟FindAll有什么差别 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找资料 只会出现一次的话 那用Find 但是如果你会出现多次的话 那你就Find 所以跟各位讲 这两招都很够用 那你说没有别的招 有很多 但是你目前我觉得 用一用去 这两招 好像就够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招不用太多 重点是 要好用 OK 所以这两招 怎么找 比如说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只要取得什么 好了 获得一二三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底下这边有一段程式 你们可以直接拿来用 首先的话 从那个警字号开头 底下这里 那里面的话 有个叫FromBS4 BS4的话是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我要只取其中一个方法 叫Beautiful Super 那Beautiful Super 其实就是跟刚刚那个 有没有 Elementary里面那个Path很像 Path就解析 Beautiful其实也是帮我们解析网页 OK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需要做几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把解答下方这边 记得了吗 因为我这边会需要一个HTML变数 这个变数其实就指的是这一串 这一串是什么呢 这一串就是刚刚的网页 那当然我们理论上应该是 把它用档案的方法 叫进来 可是我觉得比较麻烦 但是我直接把它 就是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解答下方这一串 到哪里呢 到底下这里 OK 我把它砍错识意好了 那这主要做什么 首先的话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针对 我开一个新的模组 把它贴上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上面的HTML 实际上就是刚刚的网页 然后呢 我把这个网页 把它Ctrl加号放大一下 放到这个里面 比如说 比如说Sup 这个方法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网页 HTML标签的内容 放到这里让它解析 那解析的方法就是 固定的一个常数 叫HTML.Parser 所以其实它主要就是 就是帮你分析网页 OK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给它一个变数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给一个档案 像刚刚的那个有没有 Element Tree一定要给档案 但是这里只要给一个变数就可以 不是给档案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就BeautifulSup的物件 那可以让它产生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Find 一个方法就是Find All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 我要找什么 找这里面的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要找 这里的话 假如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Hallover的里面 比如说我要找其中 如果我刚刚讲 只要找一个的话 那就是用Find 所以如果今天呢 用SP里面点Find 后面刮5就给标签名称 标签名称就是P嘛 点Test的话 也就是里面的资料 如果当然你如果没有点Test的话 它连标签都会出现 我刚刚讲过 如果Find的话呢 那就是会找一次 可是它有三个啊 那怎么办 它会找哪一个 它会找第一个 OK 所以我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先 SP.Find 把P给print出来的话 那它会显示 什么结果呢 不过你执行之后 会发现第一个问题 诶 No Module Name BS4 有没有 显然是什么 没有装Beautiful Super 那跟各位讲 以前我们安装的时候 是直接安装BS4 不过 它的名称比较特殊 是不是 如果你直接 就 Peep install PS4 抓不到 这个比较特殊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安装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 那个云端上面 我看一下 在最上面 第一页的地方 在这里 这个地方 安装的话 你不能用PS4 你要用Beautiful Super 4 它才会安装成功 这个比较特别 OK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的呢 安装的方法应该还记得吧 一 你可以把这一段 把它Ctrl C 二的话呢 直接到哪里呢 到我们的 Python的路径 还记得吧 我是放在C里下的 Python的384 所以你就找到384的目录 打开之后的话 在上方点一下 有没有 在这个路径点 打一个CMD CMD CMD 就会Enter CMD Enter 它就会跳出这个DOS的模式吧 当然理论上 应该你们应该是黑底白痴 我这个好像有被改过 就变成白底黑痴 好 那再来的话就把刚刚的那一串字 输入上去也好 或者贴上也好 其实好像不能按右键 好像右键一定要在最上面 这个状态列按右键 它会出现编辑 贴上 不过好像不同版本 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这个好像是Windows 还是什么 反正就OK 反正贴上就对了 或者自己打上去就OK 就是 Python 1-M PIP Install Beautiful Sub 4 那这个好像前面有同理 我好像有讲过 书上应该是只有交后面这个 PIP Install 但我为什么要特别加这个 因为我好像讲过 就是你的电脑有很多个Python 因为很多人装了一堆Python的版本 那都会设定那个所谓的路径 那个绝对路径 所以如果你假设用这个方法的话 它会装在某一个 可能是最后你装的那一个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前面几个 那就会出错 所以用这个方法比较保险 OK 然后再来的话按一个Enter 好 这个时候呢 Beautiful Sub 4 这一般都我们安装进来了 有没有OK 那这个一定要装 如果没装的话 后面都不用列起了 OK 那装完喔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跑跑看 OK 所以安装完成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OK 所以如果今天呢 假如执行的话 它应该会找到第一个才对 所以你会发现喔 它这里出现 就会只有第一个 那如果我要把全部抓回来的话 这边的话出现一个P 然后里面的话包含资料 可是如果我假设我不要前后的这些标签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加个属性 叫.tst 点tst的话 就是说 我不要这个前面标签跟后面标签 我只要中间里面的资料 所以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hello world 1出现 可是你说 老师那我可是我要的是hello world的全部 一二三通通出现怎么办 那我刚刚讲喔 fine是fine一次嘛 如果你要全部的话呢 那就什么 fine all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什么 加一个底线all OK 然后把它执行 不过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 因为它会告诉你说 你找的话有三个 可是你点t 三个其实都有点tst属性 你不能直接加在串列的后面 所以这个不能这样加 你一定要什么 把它拿掉之后 我会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它这个得到的结果 fine all 它会有三个 那三个要放哪里呢 特别注意 它会帮你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一个串列 那哈罗瓦的1 在第一个 痘点 哈罗瓦的2 痘点 哈罗瓦的3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 要把它取出来 那你变成说你要一个取 所以怎么取 所以找完之后 的第一个的话 你就是中 后面要加一个中瓜 中瓜无0的话 那表示是 哈罗瓦的1 如果要取哈罗瓦的2 的话就中瓜无1 然后0,1,2 所以 这边的话如果执行 如果假设我取1 你会看到这个是哈罗瓦的2 那如果 如果我要取里面是要 就点test 你会看到 如果要取哈罗瓦的2的话 那就是中瓜无1 有没有 那哈罗瓦的2就出现了 那如果你想说 老师为要哈罗瓦的1,2,3 通通都显示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有 如果 如果3的 你 假设 你比较 你不用回圈的话 你这边是这样 第一个第二 有没有 这个是0 1,2 有没有 这边是3 当然这哈罗瓦的 这个是1 有没有 哈罗瓦的1,2,3 可是 当然不建议你这样写 为什么 因为这样其实可以再写个回圈就好了 有没有 所以哦 最后其实应该是把它改成回圈 回圈的写法 当然 如果你假设我们 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 这个range 当然 我们是从什么 从第0个 有没有 到第几个 0,1,2 所以到3停下来 给它范围 然后呢 你就print的话 就是print这一个 拿这一号 这三个就可以把它注写掉 然后 然后 这边的话就把本来的1改成I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有没有 复回圈就是先跑1 先跑0 再跑1 再跑2 有没有 这样的三个都可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 显示出来就是 1,2,3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今天的话呢 原则上至少 我们就是 HTML开个头 所以有一些基本概念如果不清楚的话 请各位回去自己再稍微阅读一下 刚刚讲的 有两个连结 自己再看 第二的话呢 先确定一下你的电脑里面 有没有beautiful soup 是 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呢 请各位呢 就是把这一行指令 打在那个 你的那个 Python的384里面 好像有同学问一个问题 是那个 384懒人包 可不可以用在Mac上面 可不可以用Mac不行 只能用在Windows环境下面 如果你是Mac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能就下载一个 一个套件 叫做Anaconda 叫做蟒蛇 Anaconda 的一个套件 反正你 也是 那个也有点 类似懒人包 那你把它装 就是下载 装起来就OK 它有Mac的版本 好 另外的话就是说 装完之后呢 试试看 抓取那个Bit 那个 或者说你要只要抓 Hallow的1 或者你要抓 Hallow的2 抓 Hallow的3 这个 那 另外的话 下一次 也许我们就是在抓一些 比较特别的 因为 当然在网页里面 不是只有段落 它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呢 会有一些超连结 可能会有一些图档 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元素 那如果我要抓的是 其他元素的资料的话 那我应该如何抓取 OK 那这个如果都OK的话 有判例123 我们后面的话 就会实际上来抓一个 网页 那我实在不知道抓哪一个 所以我就用那个TQC Plus 这个网站的官网 来当练习 那一个需求 这边的话有很多的资料 它这个资料是一块一块的 一块有固定的模式 就是类别 应该什么 证照类别 然后证照的中文名称 证照的英文名称 然后下一个也是 它的考试类别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有没有 一格一格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这个网页里面 因为它很多证照项目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变成 放在Excel里面 变成三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就是这个 证照类别 第二栏位就是中文名称 第三个栏位就是英文名称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不会爬虫 怎么做 全选 然后Ctrl C Ctrl V 到Excel 然后呢 再慢慢转次 转转转转 可是当然就是不要这样做 所以后面的话也可以试试看 怎么做比较简单 OK 所以一步一步来 我想我们前面的话 至少了解一下HTML是什么 因为我看 不见得每个同学对于网页设计 网页编辑很熟悉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要爬虫 我觉得也是 会有很多地方 会是盲点 如果你多知道一些相关的讯息 你现在要爬虫 你要的东西 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爬虫水很深 为什么 因为有简单的网页 有复杂的网页 还有有保护的网页 有没有 还有有各式各样的 类型的网页 有没有 所谓的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对啊 有些当然有道高又在一丈 就互相 角力 而且之前好像有法案就是 到底爬虫这件事情合不合法 欧盟那边也开始在想 这件事情是不合法 是要禁止 所以会讨论 OK 所以这个当然请会试试看 就是说0604 下一次上课的话 原则上 我们就是再来看相关的网页 怎么爬资料 爬完之后也许我就在找更生活化的 比如说爬新闻类型的资料 比如想要把网路上所有的相关的新闻 爬取下来 然后去看一下网路声量或之类的 OK 那怎么做 当然你不能用人工 每天要控制C 控制V 所以新闻界 其实蛮重要的 还是需要爬虫 如果你又会新闻 了解新闻生态 然后你又会爬虫 那你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因为 其实很多人都会需要 去了解一下这相关的东西 OK 那这个的话 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另外还有关金融方面 最简单 比如费率怎么抓 有些各个银行的汇率 都在他们网页上有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今天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回去的话 请各位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做多练习 那一样我会把那个影片 再转档上传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在那个影片的下方留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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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